現在這條題目問什麼? 就說有兩個人 一個由Y,一個叫X 由這兩點 這樣一起走到O 這點 他就說 Y這個人 就走6km per hour X這個人 就走5km per hour 兩個都走到O 這點的,我沒問題 那現在 第一條題目問什麼? 就說有 Distance between這兩個人 2pm 其實是怎樣? 原來是兩人 12點的時候 就一直走 走到2點 OK 首先要找 Y 在這段時間走多久 就是6km per hour 現在我們知道 這裡走幾個小時 2個小時 OK Y就走了6乘2 那麼多 Distance 12km 咦? 只有10km 那是怎樣? 就說Y Y走到O Exit 那就走到這裡 YP 這個是什麼? At 2pm OK 然後 X真的走幾個小時 他5km per hour 我乘2個小時 5x2 10km OK 那即是走幾個小時 一半 這裡還有幾個小時 10km 我不可以 那現在 找回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boys 2pm OK 那我們看到 一個人在這裡 XP 就是什麼? At 2pm Y就是這裡 XO 那就是什麼? X O Y 三個人 OK 這裡是O 這裡是X 這裡是Y XO 就多少? 就是10km O Y就是2km XO Y的角度是多少? 我們知道了 XO D 這條呢 就是直線 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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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的角度 就是180度 60度 不知是多少? 120度 OK 那現在我們看到 兩條邊夾了一個夾角 你想到用什麼? Cosine formula 我們用回Cosine formula XO的Square 再加回oy的Square XY的Square 然後呢 Over 2乘1XO 就是乘1 O Y 就等於 Cosine 120度 OK 然後我們就 Apply data 進去 Cosine 120度 就等於什麼? 10的Square 加回兩個Square 我們當 XY做X OK X的Square Hover 2乘10 乘2 就等於Cosine 120度 那我現在試試按下 X的Square 首先呢 就把Cosine 120度 乘2乘10 再乘2 OK 然後呢 然後呢 再減10 的Square 再減2 的Square 再減2 那 負X的Square 負124 就是負X的Square 那 X的Square 也要124 OK 然後呢 124 開放 X 那 X呢 就是11.1 Km 了 OK OK 所以 谢谢观看